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人间天堂 我在这儿我都想给海南做广告 那海南真是不错呀 海花岛 有人说你怎么不把海花岛的房子买下来呀 这对这事我再解释一下 有人说你老说海花岛海花岛 你是不是海南买房子了 然后你就老说海花岛啊 我告诉你啊 我跟这个毛主席保证 我没在海花岛买房子 但是我的的确确主张 海花岛那几十万平方米 你见了之后再拆这事我坚决反对 为啥 心疼啊 谁花的钱 他这个东西你拆了以后不心疼啊 好比是咱做了一桌的饭 张三 这小子不该吃 那给他打出去不让他吃 咱们该吃的是 老干部活动站的同志们来吃怎么着了 隔壁王奶奶领着一些老太太 三八妇女活节 这个吃一顿怎么着了 把他改成幼儿园怎么着了 对不对 你总不能说 建起来GDP 拆了他GDP 把这个环境呢 再给他整治一发又GDP 这样的GDP 难道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GDP吗 这样浪费钱财 你知道吗 是笑话 谁的钱也不能这么干 有的城市把周边拆个乱七八糟 是 借了乱七八糟 四大乱七 拆 拆也得有规矩啊 你不能说 好 没有这个证吗 好 全拆 有证吗 给你发证的小子是个腐败分子 就跟这个 就跟这个 这个丹州市 海花老一样 判官抓了 然后就说 好 这个地方不合规 全把它拆掉 不管是谁 谁的钱 遭见了都心疼 隔壁王男的同意我的意见 所以关于海花岛拆不拆的问题 我是主张不拆 不拆 绝不是说 对违规者不诚挚 绝不是说 对着贪官 不打屁股 绝不是说 对违规 拿着银行的钱 到处乱弄的 这些 野蛮生长的地产商 不收拾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这钱呀 谁的钱 咱也别遭见 建好的房子 你别把它拆了 你拆了之后 那不是造成新的污染吗 对不对 说到这的时候 我到哪都是朋友特别多 到海南 哇 乌央乌央的 乘邦结队 开着车 还有开房车的 跑来找我 我就是没那么多时间 要不然的话 哎 要不然在海南 朋友说你刚去 大家就综上来了 如果你要在海南住起来 那好 海南的朋友 跟北京朋友 跟东北的朋友 一样多 海南是个养老的地方 不孤独 天阳海角 不孤独啊 大家都愿意来啊 你请我 我请你 海南知道吧 海南交通 现在是环岛建了一个 一条高铁线 四通八达的公路 还有骑着自行车 一个 要骑自行车环岛 我的妈 我老胳膊老腿 我跟这帮年轻车 比不了 当然人说 70多岁老大叔张三 在里面 咱比不了 但是有一条 可以肯定 就海南这个地方 特别适合生活 适合养老 我的朋友 在那地方要建大学 建荣树大学 就是说 现在养老 不是养老的名义 而是以 建大学的名义 你进来养老的 那叫入学招生 招生入学 你比方说 你老人家有什么爱好 说老人家 这辈子当公务员 这么多年 我就喜欢烤面包 OK 那你就上我们 荣树大学的 烘培学院 烘培学院 要不要修一本营养课 说要 修营养课 那现在 你喜欢什么呀 说王大娘 喜欢种花 一辈子喜欢花 早上起来 交花的时候 是我心情 最愉快的时候 OK 那你就入我们 荣树大学的 我们的苗艺 苗普 什么插花学院 走而言之各个专业 进来之后 活到老 学到老 你以为养老是等死啊 因为养老 每天鱼香肉丝 给他供应着 啊 馅子 这旁边的工作人员 孝子贤孙一般伺候着 这是明天送你 一个隆重的追悼会 我告诉你 老人觉得没进 不活了 这等着送去 如果每天都在进步 每天都在学习 那养老实在是个很好的地方 海南是最好的养老的地方 所以养老产业在海南 现在呢 渐渐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海南现在情况怎么样 海南情况 我一个朋友 这次来开两会 他说海南经济发展成就 司马南 你你你你 说我们海南 住那么长时间 你不给我说说我们海南 海南经济发展成又怎么样 海南突破六千亿大关了 海南经济发展 发展速度是两位数增长 在全国绝对名列强盲 现在全世界经济都这样 中国有的省也这样 海南两位数增长 知道吧 上海是四千四万亿 海南差不多是上海的六分之一 对不对 马上有人挤到我说 那那那那那许家印钱 在海南建房子 是不是啊 我说是啊 许家印钱 借出去两万亿 把上海GDP一半借出去了 你三个是这个海南的GDP 你都不够许家印借的钱 一码是一码 咱不说那个 咱两会期间 海南代表团说到2021年成就的时候 海南代表团成员 脸上心心兴然啊 四有光四有亮 心情好呀 2021年海南主要指标真的不错 亮点呢不少 海南现在就按照2021年的这个 它这个GDP 你按咱们得按不变价格计算 对吧 增长多少 不变价格计算增长11.2% 各位啊 在中国今天经济发展速度当中 我们11.2上两位数增长 这也得打起锣鼓唱起歌 你知道吧 海南代表他说到这事的时候 那就全国来说声了不得成绩 我问这个来参加两会的这个老朋友 我说那为什么海南2021年 有这么好的成绩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 准确把握发展阶段 然后践行新型发展 里面中若新的发展格局 然后在城市而上 加速海南自贸港建设 你知道吧 我们现在有些公务员啊 他说起话的都跟那个郭德纲 爆菜鸣一样 我说你这样 你再说点紧要的 你说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这事还怎么就经济 农业什么经济工业 就恢复性增长了 就保持教会增长了 说是这事 他说了一大堆 我听了一下 大概意思是这样 那我说你海南吧 海南这个工业啊 分产业看 就第一产业增加 增加值不错 增长3.9 增3.9不错 跟海南自己比不错 两年平均增长才2.9 但是第二产业增长6% 第三产业厉害 第三产业增长15.3% 海南第三产业发展这是重点 两年平均增长 那还10%呢 了得吗 海南农业有优势啊 海南一年四季都可以种东西啊 我们在海南早晨起来买的那个小南瓜 我特别怀念海南的小南瓜 我回来之后据说可以邮寄 我还没邮寄 海南的小南瓜你知道吗 不是水了巴基的 不是带丝的 而是绵绵的甜甜的 有点像芋头那种感觉 干干的 你把它和麦片或者小米放在一块煮 煮成之后它不碎 嗯 这个海南的小南瓜 这样的品种 如果全国普及开来 我专门为海南这个海南 海南热带植物研究院 一个朋友 我问他 我说这个东西 现在在北京能买着吗 他说北京没有 我们全部都出口 我说这是个新品种吗 有人老说转基因 他说不是转基因 这就是海南特殊栽培 然后再往下说 农业栽培就这些 那我就听不懂了 我说了你你也记不住 反正是个挺复杂的事 海南农产品增长的快呀 2021年海南农副产品增加值 1300 对 1300亿 1300亿 全省蔬菜 哇 那海南的蔬菜 全国 不是在应激的蔬菜吗 你在北京买的这个东西 可能是你河北旁边大鹏出来的 那不算应激吧 对吧 但是海南这个蔬菜 人家就是应激蔬菜 所以你就快递嘛 找刘强东 送快递玩给你送来了 什么柚子 什么西瓜 荔枝 火龙果 菠萝蜜 哈蜜瓜 什么都有 还有菠萝蜜 我们在海南吃的菠萝蜜 有一个老兄呢 是杭州人 还是什么地方人 反正是 我在一个朋友那儿 现在认识的 然后呢 他就给我送过了一个 菠萝蜜 好家伙 菠萝蜜 我搬不动 这么大个啊 一吃才知道 人家海南吃的菠萝蜜 和咱北京吃的菠萝蜜 虽然都叫菠萝蜜 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咱吃的菠萝蜜又硬又色 你把它切了 盐水泡了 吃起来之后呢 也色拉巴唧 噶拉巴唧 也又不甜 但是在海南吃的菠萝蜜 呦呦呦 那怎么叫菠萝蜜呢 那是真正的菠萝蜜 甜呐 嗯 隔壁王奶的词 叫闹不登的甜呐 有点特殊味道的甜 我不喜欢的闹不登的味道 真叫甜呐 而且他们教过一个方法 菠萝蜜那么大 谁吃得了 我给周边的朋友都分了 分了还是剩一大块 我就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呢 中间那个葫芦给它拿出去 然后给它冷冻 是给它冷冻上 再拿出来的时候 依然新鲜 海南的水果 真是令人难忘 早上起来 啪啪啪拿刀 人家两头给你砍了 一个小姑娘拿那个弯刀 就砍那个椰子 太厉害了 所以她拿刀砍椰子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这姑娘要是遭遇家暴 指不定谁把谁给干了 啪啪啪挤刀 就把两边给你砍了 然后说拎走吧 我一般是买俩 买俩 提的动啊 海南到处都是那种 那个便利的小车 小黄车小红车 然后你把它放到上面 然后轻着就回来了 押金都不用 海南真的生活非常便利 然后呢 把它拿回家 早上起来的时候 给它砍了 砍了之后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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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清凉的椰子水 直接喝太浓太甜 对点凉白开 哎呀 这种滋味 想起来啊 神仙过的日子 对不对 我们中国的那种的 回来往的头部企业的 那种顶级不好 也不见他早上起来 喝那椰子水 那多少钱一个 15块钱一个 便宜点12块钱一个 认识了 10块钱 你说我这种老头 主要是因为 长得高大英俊的缘故 拿人家就10块 你给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换别的家去买 15块钱 海南很值得夸耀的是 202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 结构向好 产业投资加快 全国呀 是这样 不是房地产政策 相关出台吗 不是这个银行收紧吧 所以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都放缓 但是2021年海南自贸岛建设 人家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两位数以上 两位数以上 了得吧 而且非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14.9% 比如说我说我那个朋友 在那建大学 在那建大学 这不算房地产吧 但是他一得搞开发呀 所以在海南房地产政策 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固定投资增长 两位数增长 这事不得了 其中非房地产开发 同比增长 告诉我一个数 15%左右 你这得了啊 所以海南现在 发展势头真的很猛 全省产业投资 不含房地产开发 增长多少 我说个数 您别紧张 尤其各地 对经济数字有感觉的人 人家不含房地产开发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同比增长33.5% 这个数字厉害吧 它对全省 投资增长的购卷率 81% 所以海南干部 最近有点这个 扬眉吐气的感觉 很可以理解 说拿了一堆数字 要向领导汇报 祝贺 祝贺 我在海南住一段时间 我对海南有感情 好多地方都说 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吗 疫情增长吗 疫情冲击比较大 然后呢 什么快递发展的太快 主要是那个美团 人家都买外卖了 是吧 所以餐饮收入不行了 小饭馆也难维持了 海南的餐饮收入增长非常快 增长40% 您看看这数字 那边增长33% 这边增长40% 升级同类产品销售 搜搜搜网上涨 什么东西都涨 尤其是限额的产品 化妆品 增长59% 厉害吧 金银珠宝增长43% 通信类器材增长160% 汽车增长17% 新能源汽车增长差不多100了 99% 所以 大家可以理解的 全省啊 接待游客总人数 其中包括一个人 是司马南北京东城军大 诺古县老头 全省市 接待了8100万人 有零有证 疫情这么严重 增长25.5% 疫情这么严重 游客各地都在减少 所有的危机景区都在减少 海南为啥增长呢 因为海南四面是海呀 到处是绿呀 富氧离子好得不得了啊 还有 地广人稀啊 人没那么多呀 不扎堆啊 这两天香港闹得厉害吧 香港这都多少万人了 一班人就学欧美吧 要跟病毒共存 那还有 这些事 那知道 疫情防疫的 知道思想混乱 有人捣乱 导致香港现在这个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 香港啊 人口密度太大了 尤其香港那种工薪者阶层 鸽子龙一样 你们没去过 你看看 香港很多老百姓 住那房子 一个啊一个 那还不一穿上就穿上一窝啊 但是海南呢 海南的房子 容积率太低了 我们海花岛 那么大的面积 哇 还有好多楼里边 还空着呢 知道吗 那是青山绿水 大海 所以海南呢 旅游呢 恢复性增长 这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那白活了半天 海南增长 到底你给个概括性的意思 概括性增长 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2021年 全国GDP增长 北京上海天津 什么广东 全部都 都排起来 海南GDP增长 2021年全国第二 2020年 全国第一 这个成绩不简单 那当然 你得感谢人 身为省政府领导的好 当然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海南自贸省建设 它确实是有独特优势 独特的政策优势 它不光是GDP呀 几乎所有的指标增速 都是全国前列 这个成绩单 如果我们用成绩单概括的话 那你这亮眼不亮眼 亮眼呀 为什么亮眼呀 时速开局呀 为什么亮眼呀 海南人 这个很骄傲的 外地人看了以后 气得这个 心里不平衡 你有自贸港政策呀 自贸港建设红利 现在释放出来了 过去这一年 全省经济总的来说 他们的词叫什么 叫稳重加快 叫快中提制 我说你们词 都一套一套 还有什么我记不住了 反正说了一大堆 主要指标都增长很快 高质量发展 最气人的是海南 这个东西也卖得好啊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26.5% 全国第一 两年平均增速 也是全国第一 那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回来都有人跟我说 你那个机场 不是有免税店吗 叫我给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我不是个会买东西的人的 再说也忙着叫他来 我没买 但是呢你想想就通过这么一个小角度 你知道吧 在海南买东西便宜啊 他免税啊 光这一条就有多少人 多少购物狂人对海南会产生特殊的兴趣 所以海南经济发展速度呢 快于上一年 跑出了加速度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高兴的事 那这样就带来海南经济繁荣 繁荣就有钱了呗 有钱之后就把基础介绍搞得更好呗 就把海南经济介绍就搞得更好 然后呢 环境搞得更好 那你到那去养老的 到那去度假的 在那搞什么大学 搞什么企业的 就大家待着更舒坦呗 海南这个地方完全有可能 搞成一个全世界相当啊 有影响 对 我回来飞机上碰几个人 碰几个人是个白俄罗斯的人 白俄罗斯的人 我一看外国人 你知道吗 咱们现在疫情期间 看见外国人 你知道他从哪来的 对吧 后来人家那个空城告诉我 说他呢 是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了 大家不用担心 我在那就跟他聊了几句 聊了几句 他说到这来 白俄罗斯办个什么企业 我听他半了科技的 没太听懂 但是呢 给个印象 就是在海南呢 办这个企业啊 速度太快了 服务太周到了 当场办结 他居然会说当场办结 海南呢 那就政策 政策相当的贴心 有效率 和自贸港建设 像适应的 那就是国际化 国际化 然后呢 便利通关 便利这个 便利那个 海南的事 我找个时间 再跟各位说一说 我甚至有个想法 到海南 然后我兜着岛 再兜他一大圈 走到哪 说到哪 关于海南建设 我们把海南自贸港 当成我们中国的自贸港 他就是中国的自贸港 你说咱要在海南买个房子 那不就咱们家吗 有人告诉我说 必须买房子 买房子 咱弄个海南户口 这事我还真是 想不明白 我现在是北京东城区的户口 然后呢 换成一个海南的户口 有人告诉我说 你不要老电进的东城区 北京你待着有什么劲啊 你到海南多活五年 对不起啊 这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这不是科学书记 反正到这来呢 你这个在海南 你户口是海南的 那就海南很多优惠 我说有什么优惠啊 他也没说出来 反正现在 海南是一片投资热土 海南的经济发展指标的 两位数增长 海南的生活环境质量相当好 海南早晨起来 喝椰子汁 大椰剂 用大刀剂 把大椰剂砍出水来 好了 这期你们说到这儿 感谢收看 再见